再来看看卫福部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批边境查验的不合格名单 其中有三批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的进口橄榄油被验出含有铜叶绿素 所幸都在边境被拦截下来没有流入市面 这批油总重量是8.2吨 确定在进口之前就含有铜叶绿素 被查到之后将被退运或者是销毁 而这三批油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卡斯特出榨橄榄油 还有圣塔加橄榄破油 还有西班牙维多利亚公司制造的橄榄破油 其中卡斯特的这款出榨橄榄油还是食药署 采取逐批检验以来第一批非橄榄破油染同的个案